欢迎回到青旅群 说到上海跟江浙菜系 特别重视的就是功夫 而在年菜更强调丰盛系 以及吉祥的寓意 而接下来介绍这间饭店 由自立三十年的阿图斯掌厨 要呈现一道道经典的上海年菜 上海菜是广义江浙菜的一环 自成一格也别具特色 烹调手法多元 吃浓胃后是主要特征 因为道道功法百变又繁细 师傅的火候控制 就是好吃与否的关键 看到满桌子上海年菜 真的觉得这样非常的幸福 因为菜色的种类非常多样 而且颜色上面又非常的鲜艳 像我们这样上海年菜的话 应该是过年都觉得非常吉祥吧 在菜色上面 是比较传统风味吗 还是有稍微做调整风味 我们是比较偏于上海菜 那当然上海菜它的味道 会比较稍微重一点 对 会比较重一些 那因为现在的饮食上 会比较喜欢清淡 那所以我们用上海菜的烹调方式 那融入了一些目前当季的 或者是台菜的一些菜色 那把它融入到用上海菜的烹饪方式 来呈现 这一桌年菜好料 最能充分展现上海风味的 就是这道砂锅鲤鱼头 看这重达1.2公斤的大鲤鱼头 在油锅里炸得金黄酥脆 过程中还得不停反复翻动 让受热均匀 炸四分钟后起锅 接着把各种香料爆香 加入牛糕汤 跟白菜冻豆腐煮煮一个小时 让食材吸收汤里的营养精华 好好吃喔 因为它鱼肉炸过以后 会有那个脆脆的感觉 但是它放在汤里面已经吸饱了汤汁 所以一脚中那个脆度跟那汤汁融合在一起 就整个是结合在一起的 对 炸过的鲤鱼头不只能保持完整外形 还更能吸收汤汁 让鱼肉软嫩湿润 而砂锅里除了连鱼头 还有百叶结 绿豆粉皮等上海菜常见的配料 各个味醇扎实浓而不腻 它的汤好浓郁 而且它汤不像是鱼汤 因为它的那个浓厚的程度 比较像是那种老母鸡汤 老母鸡汤 很鲜 它已经跳脱了鱼肉的甜度 对 这个是我们师傅的它的巧心 它就是结合了上海烟肚鲜汤 那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砂锅鱼头里面 所以您尝起来的时候 会有这个上海烟肚鲜汤的一个胶质感 这浓汤头可是最能代表上海菜的 醇厚滋味 以老母鸡的鸡骨 猪脚熬煮一天 汤浓色白 胶质丰富 难怪协理说这道菜 是饭店年菜的人体No.1 那这一个菜呢 也在过去我们有一个 终极饭店的评比里面 也是第一名的 终极饭店评比 就是最top的 最top的 哇 实际上拿过第一名 第一道年节经典大菜 鱼池活跳墙 算一算多达十多种的词材 都得先蒸过 炸过 再一样要放入瓮中 看阿图师把料塞到都满出来 就知道这用料有多实在了吧 而最后呢 同样淋上超厉害的浓汤头 蒸三到四小时就可以上桌了 它汤是非常的浓郁 但是有时候刺头 不料想比较怕那个汤浓到过头 就是里面的味道会太多 太复杂 它不会 它整个浓在浓热以后 这所有味道融合在一起了 是非常厚实的一个味道 是 豪满 是的 而且它还会有一股 淡淡微微的酸 把它整个味道会往上提 不像一般的佛跳墙 用笋干跟白菜 熬久了汤头会太酸又容易坏 阿图师改用笋片 搭配鱼翅 鲍鱼 以及各种养生食材 净显汤头精华 没有上海豐富大菜 充满即将寓意的年菜 也是重头锡 像是这道把又油又香的猪脚 做成金月宝造型 大富大贵又喜气洋洋 因为这道是我们师傅 特别去挑的 因为我们一般的腿肉 它有皮 有脂肪 肉 那它的脂肪不会多 我们挑的比例大概是3比7 那也不会因为只有肉 它吃得比较干涩 比较柴 那这个有搭配一点点的皮跟脂肪 那吃起来口感是非常好 很棒 因为它那个整个肉的比例 一咬下去的时候 你可以吃到肉很扎实的感觉 但是那个脂肪在上面融下去后 那滑顺感觉 搭在一起非常的棒 而且它的酱汁很厉害 很甘纯 这道叫做背酥长寿酥 我们是用那个芥菜 那过年期间就是 我们在讲的长年菜 长寿的意思 对 长寿的意思 那它是用 也是用老母鸡汤去熬 我们先把那个芥菜的 比较会苦的叶子部分 把它去除掉 然后用鸡汤去熬 它那个熬到它已经不像是芥菜 它很像是瓜 瓜 非常的软嫩 把鸡汤的汤汁都已经吸入到里面去了 是的 然后加上那个干贝去提它的鲜味 对 最后压轴还有新鲜现打大甲芋头 做成了开运甜点玉米甜八宝 很棒 因为玉米有时候怕它太甜 但是它比较厉害就是 它保有玉米很浓厚的香气 但是又不会口味 不会甜 它甜度其实是很适中的 适中的 而且很香 其实我觉得这桌链菜蛮厉害的 因为它秉持那种 传统的一个风味在里面 但是又做了调整 符合年轻的一个口味 对 连是从长辈到年轻的一辈 都会吸入 都可以接受 对 饭店还有超丰盛的西式自助餐 也是老少嫌疑 很适合小家庭来享用 尤其在过年期间 除了每个人都有半只龙虾 还有低温炉烤的美国乐野牛排 跟焗烤生蚝无限量供应 这像定位的状况好吗 像今年比较特别 我们今年呢 过去都是着重在中餐 年餐的部分 那今年呢 我们的是自助餐已经满了 都已经客满了 已经满了 对 所以大家的观念 其实有点改变了 有点改变了 现在不是只有是中式的 其实西式的在过年期间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不管是西餐的多元丰富 还是上海料理的功夫好 多变年菜让新春围炉 吃得澎湃又满足